詳細,這是第十三個教育劇場 我講一下為何我們要教教育劇場 我記得是因為我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我們上過一堂關於教育劇場 那位老師就是教育劇場的導演 那一堂我記得她說得很好 令我們覺得教育劇場很有意義 而且跟劇場很有關係 即是跟我們本身做的事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試試吧 我也感謝這個機會 我要再次感謝她 她是Jeff Kelton的劇場導演 在英國的戲劇教育劇場 她給了很大的興奮 因為我記得當時在課堂的時候 她試了如何開始一個教育劇場 可能是由一句說話 也可能是由一個 即作為一個劇場工作者 一個形象 即是由一個異象開始 到底有甚麼命題你想去做 還有那一番對話的時候 通過喝啤酒 這位老師很喜歡喝啤酒 她鼓勵 那時候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想著 即是人有惰性 都知道一個難度是香港推 於是就一路地推 推到下一年的時候 再回去想著跟她繼續聊一下 那次了 她已經離開了 我記得她臨走之前 她給了一塊東西給我 鼓勵我們 我記得 那時候跟自己說 人生呢 我想真的要好好地花時間 所以怎樣也好 那第二年 在英國回來 經過十個學校之後 就開始寫審訊 就由那時候開始到現在 就十三個了 你受到物質主義 和科技文明的支援 你對你們的短文力 越來越差 還有 對於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 都越來越少 好 好 另一隻後 一切挑掛尋吸收 盡得知己的靈力 變成一隻食命頭 行 那行嗎 會因為這個紅鞋耳呢 這個時候 全空只要飛飛了火環島的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簡立強 我就是今次戲算西日裏面中的一位演教員 那對於這個戲劇教育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策略 和一個好的方法 去幫助中學也好 小學生也好 去學習到他們的範疇的事 因為其實這個教育裏面 不單止是說 令到他們 去認識一些 獲得他們的學生的歷史 其實也有很多 去講法的用途 甚至我記得是除了中文 英文 一些學術的科目之外 其實我覺得可以放在他們的科學 或者一些的上職 其實很多的範疇裡面 都可以為了一些經濟層 然後你互相幫助一下 去令到學生在課程中 正是說 我坐在那裡 去聽老師的教育 而是真的去從他們的經歷 從他們當中的感受 可以來的連結 所以我覺得這個教育 對於中學學生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方法 可以令他們的成長會更加豐富 因為他才是這個人 如果這個呢 這個很小的 這個 因為是 這樣 因為如果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但是唐三藏在這裡 平常我們擺開 如果這樣的話 就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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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梁志聰 Eric 是這次教劇場的演教育之一 我對於戲劇教育的看法 就是我覺得戲劇 在現時香港的本土教育制度裡 是一個甘努來的 所以戲劇教育在香港 其實已經好像流行了很久 但是 在實際的情況上 我覺得戲劇 其實可以幫到同學 他們互相的自信 和他們互相之間的一些相處的技巧 和他們可以表達到 他們自己的想法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同時間 因為他們現在很多考試 很多發表他們 那戲劇其實 他們可能是一個情感的說法 同時可以透過戲劇 去說他們自己想說的話 想說表達的看法 對事情的看法 所以戲劇教育 我覺得 在香港來說 其實可以繼續去施行 甚至可以在學科上施行 好,熱鬧 好,熱鬧 撐住 你看看師傅 師傅 師傅 你走開 不停都是你 師傅,師傅暈倒了 很好 我不是趕來離開 你為什麼還在這裏 你沒事吧,你怎麼會受傷 在香港劇場 帶給學生很多訓練 或者是一些培養 其實對於我們大人來說 無論是老師或我們都好 算衣服作者都好 都是在訓練中 不明白 不明白嗎 合作的能力 耐性 其實一樣 其實教學相長 學生在學習的時候 我們都在做 我們都在學習中 究竟怎樣可以擔心 因為是一件難事 其實不容易的 但為何會這麼多人做 也有些人幫我們堅持下去 去做 有成效 往往是一些好的或有成效的 是一定要付出和放心機下去的 如果有的話 就會有好的效果 所以時間是需要 心血是需要 如果大家看到 會有同行者一起加入 你會看到學生學到東西的話 是勝於一致 所以其實如果這件事 教學劇中這件事再推得遠一點 或者推得廣一點 多些人知道的時候 就不會有人質疑 或者會懷疑 為何要共有那麼多時間 為何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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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這件事可以再推廣一點 大家明白清楚一點的時候 大家會了解的時候 就不會有問題的傷手 對啦 希望更加多教學 在香港 我相信一定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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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